愿世间疗伤多过雨险染 愿天空抱有最初的未来 愿心凉如海被点点拖垮 愿生命虽愿聚散虽欲缘 万物都回归 释迦牟尼佛答应为人类说法 所以那个时候所有的国王 三宝弟子出家人都很高兴 因为他们习惯有佛陀在人间 来做他们的依子 来解决所有的困惑烦恼 那佛陀突然去了天上 三个月离开了人间 为天人来着为佛母说法 那人间的佛弟子心里就痛苦了 就像生命失去了依靠一样 所以佛陀要回来了 所以大家就非常非常的欢喜 大做功德 然后引请佛陀回到人间 因为佛陀回来的时候 他并不是就用个 突然就到人间 没有 那是上帝玉皇大帝天人 实现了三个颜色的 金色的梯子 然后佛陀慢慢走下来 然后上帝玉皇大帝 诸天护法在旁边 护持 让人间的人更佩服佛陀 特别印度人 他们最高的神叫大饭天 乃至传统的人 喜欢拜提供 玉皇大帝有福报 居然都是佛陀的最大的护法 这样呢 让世间的人 让其他的天神 更对佛陀起了一个圆满的信心 这个最重要是什么 每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 只相信自己 有些人 你跟他说了一点点缺点 他马上就会不高兴 甚至想要去覆盖他 甚至反击对方 那我想各位 这样就很难修行 所以我们讲信心 既然你归三宝了 凡是讲到我缺点的 我一定很努力的去回光返照 那就算我没有这个缺点 站在大悲心 那我是要替所有人忏悔这个缺点的 那这个很重要 以防你一直看不到自己 因为你已经习惯贪心 你已经习惯傲慢 生气 你没觉得这个不好 那这个就是你归于你自己 归于无名烦恼 那你就没有解脱的可能 那不但自己要解脱 要想着 就算我没有 别人也要有 比如说别人跟我说 师父我看到你身边有多胎胎儿 我不会马上说 我哪有 我已经出家了 我哪有 我不会这样回答 有有有 一定有 所以我赶快一己一切 赶快替所有的多胎胎儿超度 老实说 刚刚我在拜佛 我居然看到后面那只牛在掉眼泪 我不知道等一下你们也要去帮忙看看 所以我心里就 马上就有一点痛苦了 我好久没有救水牛了 最近好像都一直忘了要救水牛 只有 当然最近我们发起要救牦牛 因为西藏的要被杀了很多 但是从来就记不起要救水牛 因为救水牛比较麻烦 要有水 而且它体积很大 而且它攻击力特别强 所以有时候会很小心的去救 所以 一想自己心里就觉得很惭愧 所以要想尽办法 但是无论如何要超度了 所以我现在这样说 到底这只牛有没有掉眼泪 那就无关重要了 重点是 当我生起这个念头的时候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想相信佛 佛存在干嘛 对峙众生的烦恼 让众生离苦 那一个人最大的问题是 不认为自己有烦恼 而且不准别人讲你的烦恼 那这样这个人就没有进步的空间了 所以老师说 我做一个所谓人家叫我师父 就是我最大的痛苦 因为我师父常跟我说 你看到别人有烦恼 会造成他未来的受苦 你一定要想尽办法跟他说 如果是在家人偶尔可以委婉的说 但是如果出家人 最好找机会一针见血 因为他在修行 他的烦恼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所以就难就难在这边了 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所谓对佛陀有信心 就是说我愿意把我全部的缺点打开来 就像医生 我把衣服脱光了 你赶快帮我检查 哪里有问题 你可以救我的 我还要谢谢你 所以这个叫对佛陀有信心 然后我们才得度 不然的话光有信心 然后却不想断烦恼 却不想所谓消除我职 消除法职 那基本上就不能解脱 也不可能符合菩提心 所以终于佛陀要回人间了 我们又有机会 找出自己的烦恼缺点了 我们又有一生 来帮我们打针了 开刀了 真快乐啊 是这样 所以佛法的快乐 跟世间的快乐是两回事 世间的快乐是 有人称赞我 有人抬举我 哎哟 我很高兴 就像我赚了很多钱 买了车子 我儿子考上最好的大学 你会觉得 那是我的快乐 那佛教的快乐不一样 世间的快乐是变化无常 苦的 暂时的 那个只是一个 夜人天福报 这样而已 不就近 福报响尽 还轮回堕落 对生命最大的重点 是要找出 生命痛苦的根源是什么 贪 秤 痴 傲慢 嫉妒 怀疑等等 那这些 如果 没有找到 那怎么办 那佛代表光明 这个光明可以造出我们的黑暗 所以 见佛 所以 世间人有一句话叫 见光使 就没有光 它还蛮漂亮的 然后呢 把那个灯光打开 哇 本来是皱纹 青春痘疗一大堆 叫见光使 这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因为年轻在办法会 不是不是 办舞会 高中的时候没有舞厅 要办舞会 然后叫乌七妈黑 然后在里面跳舞 每一个都很漂亮 结果灯光打开 那谁做的呢 叫见光使 所以 那时候就没意思了 但晚上 没灯光 还蛮有气氛的 当然我们 这样比喻 就是说 我们看到佛陀 就希望 找到自己的缺点 所以 自己有这个缺点 既然不知道 那别人很多缺点 他也不知道 因为我有这个缺点 我就会生死 会很痛苦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我们今天手包完再接的 第一个 基本目的 除了以人天福报做基础 持戒布施 今天会上供下施 第二个呢 我们希望找出自己的缺点 当然了 一个人被医生健康检查说 他有癌症 一方面忧 一方面喜 喜是好在我知道了 忧是 那怎么办呢 但是所以就像你吃化疗药 吃开刀 那个规定你要开刀 本来就很苦 但是你不这样子 吃药 乃至开刀 那万一到后来 不能医怎么办 所以你会心甘情愿的 接受这个医疗的过程 所以我想 手包完再接 就是要回光返照 除了行为上 不伤害众生 最主要是 念头里面 千万不能有 烦恼 猪漏 夜阴 这个太痛苦了 所以 迷惑烦恼 才是生命最大的敌人 伤害我们百千万亿事了 所以 各位一定要在这一点 有一个决心 这个门进来了 今天出去了 绝对不把烦恼带走 不然等一下 你们还跟我退费要钱 来家住下都不好 吃药都不好 所以 各位要有这个决心 如果你没有这个决心 就像我在家 如序长老带着我 读一教三经 有婆社戒经 大宝基经 因为我师父说 这个一教三经 是入道之门 幼婆社戒经 怎么样做在家菩萨 大宝基经 怎么做大菩萨 但是我师父的常给我说 你一定要想尽办法 如果后来我表示我要出家 我想出家 我的师父就特别严格了 特别严格 另外一位女众法师 如瓶大法师 她对我 我也跟她 她是我亲近的比求你 更严格 她说就是因为你说要出家 我好好的打你 好好的骂你 我那时候我都接受 我旁边的同事不能接受 但是因为我一定要出家 你不把我这个错误的观念打掉 然后我出家会害人 然后我出家会害人 我也不需要出家 因为出家已经 还没出家已经害这么多人了 然后家人同事这么痛苦 然后亲戚朋友不能够认同 所以一定要让我出家以后 想出家不能有一点点的缺点 被人家看见 被人家知道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做一个佛教徒 八幻灾界 就是归零 就是你要恢复最圆满的那个状态 无贪嗔痴的 敬阿罗汉主 这是基本的 进一步你还要恢复一个圆满的菩提心的状态 那叫菩萨的八幻灾界 所以你受一次八幻灾界 就开一次大刀 生命就不断的在去除这些烦恼细菌 所以你会焕然形 但是如果你受一次八幻灾界以后 甚至在八幻灾界当天又跟人家吵架 分别 所以以前我师父只要穿完八幻灾界 你们都走了 那我们出家人就惨了 我们师父就开始这样 因为我师父也有一点小神通一样 所以我们想什么 这是我的福报 我觉得陆续长老 正华长老 绝光长老 你还没开口 他就知道你要讲什么 特别是我的归师父 法政长老 活到106岁 他随时跟你讲什么 这是我一直天天都很欢喜的 我有这个福报 而且长老对我们讲话 他也单刀直入 笑笑的跟你说 甚至有时候大声跟你说 在某些时间 不然的话 你找不到你的缺点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要点 就是说 我愿意接受 我师父给我说 他说一般徒弟的 他讲三遍 第一次跟他说 他不接受 第二次跟他说 他还是 有听没懂 第三次跟他说 他已经听不见了 师父说 我就不讲第四次了 因为没有用 不过我唯一的好说 他会说 海涛 你就会听 所以我做什么事 都一定跟我师父报告 他同不同意 他认为对不对 他不同意 我就再换个角度 再来讲 所以这样对自己才有帮助 所以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说 我们庆祝佛陀 降临世间 那我们就是要准备 佛啊 用你的佛光 照破我的无名吧 愿此大智慧 照破众无名 燃起佛前灯 灭除心头火 先照自己 再照众生 这一点各位一定要 要有这个决心 这个叫处理心 解脱生死轮回的决心 特别对出家人 那这各位发心 要来受戒 或受菩萨戒 这样你才有帮助 这也是见佛 最主要的目的了 就像须菩提 所有人都跑去 要见佛陀 甚至莲花圣女 她是个比丘尼 没身份地位 她就用大神通 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天的 大翻天王 那国王 当然让她了 让她用 上帝来了 来接佛陀 事实上是莲花圣女变了 也因为这样莲花圣女 当天被打死 被提佛达多打死 提佛达多又有点小神通 要借这个机会让她起魔杖 就一拳就把莲花圣女打死 但是有一位徒弟叫西菩提 她说佛陀要回来了 佛陀要回来了 佛陀就叫我们赶快断烦恼 正空性 怎么办啊 我哪有脸去见佛陀啊 所以大家急着要去见佛陀的时候 虚菩提在动你们 一直认真的观修佛陀的教法 希望在见佛的时候啊 不要让佛满意 因为佛陀教育弟子 就至少你们要正空性 断烦恼 接近不发菩提心 所以虚菩提就在那个时候 正的空性 所以当大家去见佛陀的时候啊 佛陀说你们都没有看到我 真正看到我的是虚菩提 它是解空第一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呢 自己要面对自己 所以爱面子的人也没办法修行 自以为是更没办法修行 怀疑佛法也没办法修行 所以当然在这一点 各位你清净善知识 你第一个要问的是 哎呀师父我有什么烦恼 或是说先问对方 师父最近少烦恼佛 然后少烦恼 对那你要看到我有没有烦恼 帮助我救我 所以我们来清净善知识 就是要看医生一样 找到自己的问题 并不是说生病了 一直找医生有用 医生是个助援 生病的因是什么 佛教心主导一切 所以不管怎么讲 有些人是看神通 有些人去博贝 有些人去通灵 我也不会赞成 也不会反对 我只是认为说 他有没有从这个讲法里面 找到他心的烦恼 不是说你是谁 你不是谁 你内心的根源才是最重要 从这里面觉得 哦 我不孝顺 哦 我不慈悲 哦 原来我杀过人了 哎呀太狠了 我怎么会想去杀过人 就像我们现在学佛了 想到以前堕胎 自己内心就很惭愧 那个无名的状态 居然可以把自己的亲生儿女 抓去杀掉 还满心高兴 好在杀掉了 为了我的面子 为了我 那个男人不跟我结婚 我就把他堕胎掉 为了我怕那个女孩子惨我 我把他堕胎掉 为了他不是小男生 他不过是个女儿 我把他堕胎掉 为了我现在房子还没买 钱不够 我把他杀掉 不管你各种理由 为了我妈妈反对 我把他杀掉 那你现在想起来 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 反正我已经超度了 你没有允许去思维它 你这个小孩子就白被堕胎了 如果这个小孩子被堕胎了 你内心深情的深沉的忏悔 而且进一步 帮助所有女人 小孩不要堕胎 帮助已经被堕胎了 都能够离苦 那这个小孩子被堕胎 他是个菩萨一样 他一定很安慰 他一定成就菩提心 因为他被你的心态感动了 千万不要就是说 问一问说 已经升天的超度了 就把他放下了 那我说这个小孩子白死了 所以对我来讲 我经常跟各位说 我有堕过胎 所以为了如此 我要想尽办法 一直去超度堕胎 希望这个世界没有小孩子被堕胎 当然世界不可能 到净土就可以 净土没有杀身的 净土没有贪嗔痴的 所以我这样说的意思是 佛陀的教法要我们 虽然维系的一个烦恼缺点 却成为生命最大的震撼 永不再犯 却成为生命最大的力量 以自己的缺点 来帮助所有众生 对着这样子的缺点 所以佛陀说 我以无量节的精进 征服了我的贪嗔痴 我才可以用慈悲 感化了这个世界 所以这种自我征服 跟自我奉献的过程 那就是修行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说 我只是想各位说 当你要念地藏经 手包裙才戒 那你要生起一个 最圆满的动机 按照佛陀的教法 怎么样去思维 所以我希望各位 多思维释迦牟尼佛 像我这样在说佛陀的时候 我就一直观想佛陀在我头上 在给我加持 在引导我怎么去表达他的心态 但是最主要 我希望佛陀的心态 进入我的心 这个叫一心念佛 八观哉戒 在大乘佛教 今天各位是佛陀 敬佛陀住 那至少是敬菩萨住 如果你不敢承担 佛陀的心态跟事业 那至少我是受菩萨解的人 我今天要做一个大事 平常做菩萨 那今天做摩赫萨 因为我完全符合空性 悲心 菩提心 来过一日一夜的生活 那到底要怎么做 所以你要一心念佛 千万不要再用个人的分别 想法或习性 平常你走路走快了 今天要走慢 平常你讲话小声了 今天佛怎么讲了 平常你不笑了 今天那佛陀是怎么表情的 那这样你才有改变自己的可能 这个叫八观摘戒的殊胜功德 不然有时候我们念八观摘戒的功德 念很多次 很多人已经念久 没信心 一日一夜八观摘戒 消除病苦 然后等一下再来问我说 师父我癌症都不会好 我说你不是受八观摘戒吗 因为你对八观摘戒没信心 你没有真实去做 如果你真实 按照八观摘戒这么严谨的 这样来有解脱的心 还是发菩提心 我刚才问各位 病苦能不能消除 不但可以 你可以帮你的爸爸妈妈消除病苦 而且发起菩提心 你可以净化社会多少的病苦跟业障 所以各位这一点 有些人喜欢考试三十分就过了 有些人喜欢六十分就不错了 有些人说八十分就不错了 但是学佛 你呢最好是 虽然行为上我们没有佛陀的一百分 但是你的心态要有佛陀的一百分 这是大乘佛教教 老实念佛 一心念佛 发菩提心念佛 但是要达到这个阶段 一定要按照佛陀的戒定慧 来实践 所以恢复了圆满的菩萨戒 来受八万载戒 安住在这种镇定六念法 然后呢 思为众生空性 乃至融入于佛陀的身口语 叫实相慧 也叫以本尊合为一体 愿以弥陀合为一 愿以本尊合为一 来受此八万载戒 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天降月的加持 那特别我们板桥悲愿讲囊 人不多 但是佛菩萨 头上上下下通通是这样 包围着我们 各位看看各位的左手边 庄不庄严 太庄严 莲花生大死 带着我们要去极乐世界 他的脸又很微笑 又微笑 眼睛又愤怒 回去赶快照镜子 看你如何脸笑 眼睛愤怒 这个眼睛不是愤怒 他的眼睛就是看到你的缺点 所以眼睛就对峙众生的烦恼 讲的是最圆满的禅 空 外表是大尺如儿童一样的接引众生 而且显现了世间跟处世间的圆满 转轮圣王的衣服 皇帝的衣服 一直到小衬大衬 金刚衬的衣服坐在他身上 曾经有个小朋友就问我说 师父天气热 他们穿那么多 标准来画 莲花生大师的时候 画的时候要穿 至少看得见是三件 在比丘衣服里面 加上外面还有皇帝的衣服 等等 戴着这么重的帽 一切配备 这个叫表法 所以希望大家 多观修莲花生大师 我们叫升起次第 如果你愿意接受 下回我们会请上师来这边做莲师新咒的正式灌顶一次 如果这个佛像圆满以后 然后呢就要开始来传授莲花生大师的教法 所以由外而内 先以这个外表来做专心的观修 像观五那样受精 然后再来变成三枚烟 从心里面去学莲花生大师的心态跟行为 那实际上莲花生大师是本师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观音菩萨的三合一的显现 莲花生大师叫什么 最伟大的这句话来 诸佛总集 所有佛的总集的功德 相不相信 这你要相信你才会念 你不会说我念阿弥陀佛就好 这代表你信心不够 阿弥陀佛当然要念 但是为众生诸佛总集 念个莲诗心咒代表一切咒为 所以 当然首先你要有这个了解 这个叫显 了解他的功德 相的功德 然后来进入他的心 然后最圆满的心是 让莲诗成为你的心 心中有莲诗 那一开始我们是一指莲诗 把心融入莲花生大师 或者把心融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希望阿弥陀佛在你的心 那由阿弥陀佛引导你的身口 那这个叫空性 空性是无我无法了 只有佛 这个叫一心念佛 那我这样说 希望大家在天降月 为什么可以得十亿倍功德 因为你用这样的心来意念佛陀 佛陀为什么要 就是那一天有功德就好了 他要一直让你念他 佛陀为什么要离开我们 让我们意念他 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 很多人都没有办法震入空性 因为依赖佛陀了 不想修行了 所以佛陀说 他要提早视线无常 让像阿难这样 天天在佛陀身边 却不把佛法震入了 所以佛陀一入涅槃 有很多人就这样 震得阿罗汉来着发菩提心 那佛陀是一种善巧方便 所以包括佛陀说 讲了他过去世 那是他度众生的方法 要把佛陀的身口意 经历论都一直拿来思维 那这个叫十亿倍功德 如果能够这样依教奉行 是最好 然后以八广灾界的这样子的精神 我们来广修功德 愿所有往生排位 法会内外 孤魂有情 受苦有情 得要是佛超度 离苦得乐 恩阿后 太殊胜了 这是我们大家的好的因缘 他们修仪轨就是说 什么叫修仪轨 现在上师通通变成要是佛 所以他们每个人都很认真 这是藏传佛教修行的方法 用观修的方法去回向给众生 那我们汉人呢 是用实际行为的方法去利益众生 这两个都重要 不能偏一边 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去老人院 那你一定要观修 以鬼 今天我是要是佛 然后以这个身口意 用实际的行为去帮助他们 这样就好了 那没问题了 不然的话 那藏传佛教仪轨很多 虽然观修的很好 但实际的行为 他做的不多 那我们实际的行为做很多 菩萨却带着烦恼去 回来还抱怨 所以因为彼此何不来 彼此嘀嘀咕咕啊 这样就也不圆满 所以我想我们有机会 三秤共修 以出离心做基础 以人天福报做根本 这是基本的 以这个人天福报做根本 升起出离心 大家来修大乘佛教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佛菩萨没有面子可言 你被用心被红性 躲重心 你就视线什么样子 所以佛陀经常把自己变成最庄严 又把自己变成妓女 然后两个演戏再给对方看 佛陀可以一次变一万个佛陀 就像周立盘陀 一个最笨的比丘 正的阿罗汉 他可以把身体变一万个 没有人认识哪一个是真的周立盘陀 你看多厉害 一个最笨的阿罗汉 就可以如此了 何况佛陀 所以各位要不要赶快成佛 记住这个 一切努力为了成佛 这个目标如果离开 就不是大乘佛教 你就会停在世间的苏干扬 成就非成就 你就输了 为什么你这样讲我 我也没错 那你就输了 因为你这个小小的事情 你都过不了关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一切为了成佛 一切为了慈悲 要把个人患德患食的心态 放在旁边 所以免得 刚刚师父讲话不太客气 他想一个晚上 隔天来报仇 不满 然后 那你怎么修啊 你没办法了 原来 原来你这个爱面子 我只傲慢这么强 一句话就可以让你 七天睡不着觉 含恨而死 一句话 那你看你烦恼有多大 那自己又过不了这个关 自杀的人 大部分都这样 过不了这个关 我们刚弯 你去泼人家流酸 然后再泼流酸 泼自己 结果自己又没死 你看多痛苦 但是那一种 一念的烦恼 就会 注成罪 有没有办法 环匪的事情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反应要快 什么叫反应 反应要快是回归佛性 大声 反应要快不是回归烦恼 你怎么跟我这样 你怎么跟我说 就像一个女人一样 她很敏感了 她这个男朋友 讲一句话好像 她就睡不着觉 你看 该敏感的是对佛陀 因为我们现在归佛了 所以八观哉戒 就让我们抓住这一点 所以那只要老实的去持戒 就可以圆满 那菩提心 你空性做基础 你不离大悲做根本 那你要符合这两个 那才成为 愿成菩提的资粮 那各位 每一尊佛 你只要看到他的形象 听到他的名字 你都要去了解他 法门无量是愿学 每一尊佛 有度众生的视线 善巧方便 因缘 所以每一尊佛 怎么样帮助众生 特别本师释迦牟尼佛 把完整的成佛过程 视线给我们看 三大而生奇迹的苦行 六度的圆满 百节修相好 乃至成佛以后 怎么样的 在人间四十九年 善巧方便 乃至呢 视线进入零山净土 千百亿化身 释迦牟尼佛 各位要去研究 像我很喜欢研究 佛陀从入涅槃 又开始视线什么 一入涅槃八年 马上视线成 莲花生大事 在二十四年 视线成极洗金刚 再来就以肉身 各种形象 在人间 在六道 不断的在视线 包括天台智者大师 各位认识的 所以 很多大善之士 都是佛陀的视线 包括玄奘法师 包括济公佛佛 所以这些老实说 我们大家都对他们 耳熟轮详 这个都是佛陀的画像 包括观光 观光是佛陀的化身 化出来的 来人间 普度众生 等等 所以 那当然各位可以去 思维研究 然后 原来千百亿化身 释迦牟尼佛 真是时时刻刻 都在我们身边 那不可能说 观音菩萨你去 佛陀我不去 没有了 阿弥陀佛一样 阿弥陀佛化现的 比释迦牟尼佛还多 为什么 我们念阿弥陀佛 百千万 法身 报身 化身 各种形象 显现 所以念念阿弥陀佛 弥陀时时示现 那我想 这个不能用量来比 它就叫入法界 就是就像 没有一个空间 在这个地球 没有一个空间 没空气 就这个意思 没有一个空间 没轨道 所以每一个空间 都有佛 一个维系的 一维尘 一小灰尘里面 都有无量的佛的世界 在里面 你不能用人间的想法 来看 这个重量五公斤 这个重量十公斤 请问这个讲 重量五公斤 十公斤 这个是正确不正确 不正确 那叫地心引力 不是它有重量 地心引力 那如果你到月球 你就不能称几公斤 因为没有地心引力 所以就一个讲话来 太阳从东边起来 西边下去 这讲话对不对 你会被笑死 人家太阳没动 是你地球在动 你还说我动 但是以前人的想法 就是认为这样 太阳起来 不是的 你沉下去了 那佛法就是说 如果你学了佛法 你会用这样 正确的眼光 去看世界 原来不是你骂我 是我骂你的回想 你了解吗 今天你骂我 你称赞我 对我好 那个都是一个回想 一个反作用而已而已 再来 这个回想里面 没有你也没有我 各位还要思维 三轮提空 不然你会气死 不然你会执着 那你必须用佛法的思想 去看这个世界 这个很难 很难 有些菩萨在那边念 地藏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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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女儿 靠电话回来 念不下去 什么事 什么事 因为他已经忘了 因为他一执着 就先把佛经放下 再说了 所以 这个情况你要知道 你对佛法有信心 你不用接他电话 他都会好 了解吗 接他电话是放不下 这意思 就像我出家 我是说 不能接家里电话 什么都不能接 要真断 心里想说 看一下也好 特别看儿子 太太要来看我 我要看儿子 互相看一看 但是你要断 他使得你都断 他使得你 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修行 才是对他好 你要真爱他 你就要修行 要修行 才是真超度父母 看起来离开父母 是不叫了 他一直出家 九全七祖进超生 所以各位 为了孝顺父母 为了普度家人 今天就在这边 剃头发 不要回家了 好不好 这叫放下 不可以 我还要不好 这叫放不下 车拢死一阵 你不顾得高大 我跟你说 所以有很多 很多菩萨 他先生死了 叫我帮他超度 我努力超度 他只问我一句话 请问我先生 没有留什么话 我问十几遍 我就不想回答 不要我说 我替你兄弟说 阿咪多分 念分 你还要想得到你先生一句说 你好好照顾你自己 那个就是一种执着 我说你问这个干嘛 你要问的是 他去净土 OK啦 你自己呢 赶快念吧 净土相见 那就好了 所以 那我想各位 你要站在佛法 在思维角度 来抽越世间的执着 来降服自己 各位你皈依了 受戒了 乃至你素氏的姻缘 旁边都有很多护法善神 在守护着 所以就像不动佛 有大象做守护 事实上还有更多 地藏菩萨有狗地听做守护 文殊菩萨有狮子做守护 一般的都有龙在做守护 降龙罗汉 降虎罗汉 意思是说 把他降服了 导过来他们还守护你 帮助你 不然就没办法 普度众生 像各位你要超度 你要超度动物 要有动物的护法 你要超度堕胎胎儿 有堕胎胎儿的护法 你要超度人类 人类的护法 外面的灵魂 鬼魂要进来 要护法带着排队 不干扰 带队地方 就像土地公 一般人往生了 土地公的护法 又会来 带着王魂魂魂魂魍魂魄 他叫他离开 你知道吗 要带他去問 вместе 帮他去曝 带他去超度等等 这些护法善神 我们都要齐寝 最后要经常念习 跟诸佛菩萨称赞其愿 跟众生说法慈悲 养成习惯 就像你年轻 喜欢打电话给你男朋友 说 asks 说不要耍 因为你喜欢 但是我们现在是慈悲 你的思想会更丰富 更慈悲 更维系 一花一草一木 你都会跟他讲话 养成习惯 因为你爱他 各位看到你的狗来了 我就摸他 因为爱他 老实说 现在有个鬼来了 你爱他 他会不会超度 重点就是这个地方 鬼来了 今早你越努力越努力 我跟你说 鬼来了 拥抱他超度 佛陀讲的方法很简单 慈悲三昧 降一切魔 超度一切 是吧 重点是 你不要跟人家对立 跟人家对立 因为他是鬼 他是魔 更要用慈悲 没有别的方法 没有别的方法 所以各位这个叫不恶法 不恶 就不要怕自己受伤害的空性 完全接纳对方的悲心 去接受一切 所以 那这样以后你就觉得 这么简单 佛法 没有困难 不用一旦 以前在道教后 处围 有刀 有剑后 给他磨来吹 辛苦 扎到叮叮 给他磨 现在你带了很多配件 不是想磨 如果你想磨 磨还是进来的 因为你有磨心 你才是磨呢 带着这个不配件 是悲心 悲心 请到我身上来 这个意思 那年华生大师说 有磨来了 赶快 请磨嘴巴打开 他要跳进去 让你吃 让你吃 这样磨就被他超度 这个叫密秤 也是佛陀的心态 的密续 永恒的 慈悲三昧 所以 各位阿勇 你相信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 唯一的武器 你也讲 慈悲是武器 忍辱是力量 空性是精髓 那你就安住在 无我的 接受一切的忍辱 永远对对方 慈悲就好了 不管用什么方法 有一个菩萨问我说 他有堕胎 好像都没超度 怎么办 晚上还听到 胎儿在哭 我的经验多了 还真的有胎儿在哭 他们都讲给我听 那怎么办呢 我说 这样好了 你每天就观想 很多堕胎胎儿 我是妈妈 我负责来爱你们 然后呢 包括自己的堕胎 胎儿也一起爱 你这个胎儿 会被你感动成英灵王 他专门在超度他们 我老婆很逼 所以你为了你爸爸 去开一个老人院 那爸爸当然超度 所以但是不要自私说 我只超度自己的胎儿 但是因为你自己的胎儿的苦 你就可以体受 你更体受 所有堕胎胎儿的苦 跟所有堕胎 爸爸妈妈的痛苦 跟所有帮人家堕胎杀业的痛苦 哇 他们都好痛苦 所以这个婴儿就让你生起了 对世界的大悲心 那功德大不大 太大了 这个堕胎胎儿让你成为菩萨了 所以佛罗说 以苦为师 我们过去造业的苦 才会成就的助言 就像明日日巴 如果他没有杀人 要下地狱 他怎么会快速成佛呢 所以意思是说 各位要不要 要转障碍为成佛 不要想要去消灭障碍 这个障碍是让你更精进的 所以别人讲你缺点 你要更高兴 更接受 更努力 所以能够把这个事情圆满 那别人就觉得很有意义 对你有帮助 所以佛菩萨会实现各种方法 来告诉我们怎么帮助你 佛菩萨太慈悲了 就像很多妈妈 想要教儿子没办法 妈妈就透过别人 她说 你就请我儿子给他高薪水 别人两万你给他四万 那就是事 然后我说这样怎么办 四万都他出 然后呢 师父还保护你十万 你用我的孩子 为什么 他要教他儿子吃个素 在佛教的环境里面工作 看他有没有好处 我这个妈妈伟大 所以我都会跟你们的员工 这个付四万的 不是我们付他钱 你们对他客气一点 因为你不要去讲他缺点 万一他跑掉了 对不对 教不了他了 不是为了事 人家自己付薪水的 比你们伟大 你看很有福报 拿这么多钱叫他学佛 对不对 就像己孤独长者的儿子 他参加一次八观灾戒得多少呢 十万黄金 十万 他跟他儿子说 你可以参加这边八观灾戒 被一句佛陀的画回来 爸爸就给你十万 他儿子为了十万 只好在那边坐老半天 很努力的听 听不到半句了 为什么 佛陀知道他动机不对 就故意让他记不了 让你半句也记不了 他就很痛苦 不敢打个声 我一直要记一直要记 然后佛陀一直不让他记 然后因为这样开悟 他就入定了 入定终于背一句话 他才说 哇 这种入定 超过 因为他这个儿子很疯的 赌博玩女人 这是他唯一的快乐 但是 他爸爸的这种 方法 佛陀的慈悲 让他记不了半句 他更认真的记 这样 因为这样 开悟了 回去终于背一句话 因为这一句话 所以他背完以后 整个下午都在想这句话 怕忘掉 各位佛教很简单 怕忘掉这一句话 所以就把这一句话 敞到心里面 因为这样 证得出国阿罗汉 出国的 怕这一句话 所以各位 你晚上 你爱想起 你就记这句话 别想起 别想起 说整天这样就不想起了 对不对 你就不想要讲这一句话 那你就没办法 我不要男人 我不要男人 我不要爱漂亮 我不要爱漂亮 我不要爱钱 不要爱钱 你一天念一百公斑八遍 我不要钱 我不要钱 看你这缺点是什么 我不是爱漂亮 剔头剔头 所以 那你要这个叫保持正念 哇 结果他回去以后 他爸爸给他十万黄金 他不要了 爸爸 这样太丢脸了 佛法多好 他要求干嘛 他要成为佛教徒了 所以各位 这是他的福报 对不对 但是也佛陀的善巧方便 跳得让你记不住 我说话是 太好听了 听到大家睡得不住 回去又买了 所以没办法 但是这个末法已经不错了 所以各位要 想着众生 不是光自己 使所有众生 三叶无污染方堪受戒 外面他们在撒水 来 便撒甘露 众生离极渴 因灵得度 翁 独龙独龙 家独龙 说哈 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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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要用大悲心 来受三皈依 而不是为了个人解脱 因为各位 皈依过好多次了 每一次 是要 站在大乘佛教 引导所有 为皈依 为离苦众生 皈依三宝 要每天这么想 这个世间光人就好了 只要有一个人还没有归一三宝来修行 我们的忧心忡忡 怎么办呢 想要帮助他 就像你吃素了 你儿子还在吃肉 你就会想要怎么办呢 怎么去帮助他 要经常这样来免三归一 而且希望众生都得到戒体 各位就永远记住 有些人超度冤青下主 永远超度不掉 因为他的称恨心 他的怀疑 他的傲慢 连他的冤青在主 都不原谅他 你怎么超度呢 但是你全然的归一三宝 放下屠刀 必定立定成佛 所以有没有消业障 就看你有没有真实的归一 所以第一遍一定要这样观想 念完三归一 我全然的归一 一点都不怀疑 一教奉行 所以你的全然的业障都消除 恢复清静 不然你得不到戒体 戒体就是要先恢复清静 才可以 第二个 念完三归一 所以因为你全心的归一 三宝来 一教奉行 来持戒 发菩提心 所八万摘戒 所以诸佛菩萨的光明戒体 就现前 这也是靠你的心 那第三遍 你因为全然的三归一 来持戒 一教奉行 来发菩提心 受戒 所以全然的得到戒体 不但你得到 你所关心的众生 都一起得到 所以就要观想所有众生 修业障 戒体加持 得到戒体 要不断的这样 观修 养成习惯 而且真实就很多众生 在我们念三归一的时候 他们就脱离善恶道 就往生了 就超度了 就解脱了 因为用心去修行 每一句话 法没有高 没有低 每一句话 都是生命的实践 不能说我懂 而是世间众生 全部懂这句话 才叫懂 要有这个悲心 去读任何一句话 要用无上菩提心 这个世间最圆满的心 无上菩提心 所以佛要我们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这个大 不是光你个人 是对世间一切 圆满的了解 对生命究竟的意义 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理 所以人 众生有情 皆有佛性 要圆满的展现佛性 有佛性 以后 那么如何把佛性 变成成佛的果 所以从发菩提心 开始修业障 累积之粮 永远不离开 波罗蜜菩提心 最后成佛 那成佛 目的呢 才开始作业了 就像你 你医学院毕业了 开始让众生都成佛 就像一个医生 就是要让众生都健康 但是健康还有死亡的一天 不究竟 但是让众生变成不生不灭 永恒的法生 所以成就法生 圆满报生 慈悲化生 利益众生 这是每一个佛的责任 所以我们希望 所有 而且发这个愿 所有这些 无情的山河大地 都能够成为净土一样 没有台风 没有地震 处处都是 该个寺庙也要看风水 对不对 风水好不好 那个地方 是不是适合修行的地方 就是如此了 就像印度的菩提盖亚 那是大陆的普陀山 荷米山 五台山 真的是圣地 到那边 你就感受到圣地的加持 所以希望世界 这些无情的境界 各个都变成圣境 连这个花都变成极乐世界的花 天上飞的鸟 都是这些极乐世界视线的鸟 所有的声音 都变成说法的声音 这叫飞禽的境界 所有有的友情 都要承担他成佛的任务 所以各位 永远相信 不要舍弃 伤害任何一个生命 无论他对你 怎么不好 那只是 我们修业障 修忍辱慈悲 但是还是祈愿 对方成佛 想尽办法让对方成佛 所以千万不要 要有成分心 排他心 傲慢心 那你就没有办法了 一次 两次 一百次 一亿次 都要引导对方 所以这样来发起 无上菩提心 来守每一条戒 来吃每一口饭 来穿每一件衣服 来起心动念 都不离开菩提心 这叫菩萨戒 品尼律要上个厕所 当愿众生 穿个衣服 当愿众生 吃个饭 也当愿众生 死亡 也要当愿众生 同身净土 要怀着菩提心 来过生活 来圆满生命 大乘 佛教 身与一轮 都要三叶圆满清净 你要这样修 你不能说以后才修 现在就要努力了 种下这个因 所以会骗人 就是没福报 没福报才需要骗人 有福报不需要骗人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但是你越骗人 就越没有福报 越骂就自己 越没有力量 你骂人家 你讲别人是非 生生世世 你讲真理 没人听你 那不很可惜吗 但是我想要用声音压过他 不需要 我认识非常有威得力的人 或是很有钱的 讲话我都听不懂 原来他讲这么小声 我们都要听 特别女孩子 我认识了几个 世界百富 百富 下回我带你们去看 什么叫百富 的女人 的女人 他连桌上掉一颗饭 他都会捡起来吃 怪不得他叫百富 请我们吃饭 他什么都 什么都是带回去吃 他自己吃 然后讲话 轻声细语 原来我看到菩萨 有钱而不享受钱 他是来视线的 不然他怎么作为百富呢 这是有 但是这个所有钱干嘛 互持三宝 帮助贫穷 这是人家发愿来的 而且不让人家知道 这种事 他跟那个商场上的 百富又不一样了 他真的有实力 这也是我的福报 我见到这些人 大乘佛教 所有的功德 都要发愿 回向 这为什么你要供一朵花 因为我要成佛 度众生 这个一定要发愿 然后再把这个 成佛度众生 供的花 再回向给众生 每一个都一样 吃一顿饭 走路 都是为了 成佛 然后再把功德 回向给众生 这样你吃一顿饭 功德就很大 喝一杯水 功德也很大 点一盏灯 功德也很大 就像念点灯 其愿文 点一只香 念焉供仪轨 供一杯水 善供下施 各位要把 每一件事情 你去上班 你要发愿 愿所有人都找到 善业的公司 愿所有人都能够 如法的赚到清净财 愿他所做的工作 都对社会有利益 你要每一个 起心动念 都这样做 所以愿大家都得到 这些世间的安全福报 而借这个机会 工作变成成佛的因 就是这样 一个护士最容易的 一个医生也很容易的 一个法官 一个老师 因为他做这个工作 在教化人间 那法官呢 法官在讲因果 给众生听 对不对 你造这个业因果 所以呢 你应该去忏悔六年 不是把你关六年 透过这六年 你好好的 法官就把八十八佛 叫给他 你好好的去拜佛 八十八佛 你天天拜 《怀言经》 跪着念 你念完 一字 拜一拜 刚好拜完 除狱 下回我们来一个 佛教大法官 关一个佛教监狱 那多好啊 那个叫净土 但是他好好在里面 拜颤 对不对 好好在里面修行 这个就是莲花的意思 往生极乐世界 在莲花干嘛 莲花里面忏悔 听佛忏悔 等你业障 全消了 因缘成熟 花开见佛 出狱了 出狱了 然后呢 就去参法 你看阿弥陀佛 聪不聪明 先把我们关起来再说 但是这就是善巧方便 让众生成佛的方法 大乘的修行 最大的愿 就是念念不离菩提心 那菩提心 刚刚就包含了 刚刚讲了 因果心 空心的心 达悲心的心 广修所有善根 供养回向 众生的心 祈求众生 都愿成佛的菩提心 当然 所有经典都在说这个 但是说这个 就是 你要回归那个点 就是 我做什么事情 要以菩提心 为起心动念 为动机 初中后 都不离开这个 那后来菩提心 变成你的生命 这个肉体生老病死 这是随缘 它只是一个生命 但是我的菩提心呢 那是不生不灭的 永远安住的 所以要不断地这样 累积 这样最后圆满菩提心 才能够成就佛道 真实帮助众生 人最大的痛苦就是 业 叫人天福报 业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叫善业恶业 烦恼呢 会障碍解脱 习气呢 会障碍成佛 所以八幻灾界 可以让我们 得人天福报 断恶业 及善业 可以让我们解脱生死 断烦恼 可以让我们成佛 断习气 那各位你要了解 你是什么习气 你有什么烦恼 你有什么业 所以要多忏悔 多积善业 有些菩萨说 师父我很想出家 那出不了家 一辈子说八幻灾界 就好了 变近人嘛 那没办法天天过午不时呢 没有问题 吃素 吃杯 晚上多施死 对不对 随缘 站在菩萨道 又名掌养 菩萨就像一个 爱赚钱的老板 一直赚一直赚 赚到功德满满 叫福德之良 智慧之良 也叫波罗蜜 菩提之良 那是来自于 三上根的做法 的动机 那叫 无贪心的菩提心 无称慧的大悲心 无鱼吃的大智慧 以这个三心去实践各种善业功德 以三心行六度 各种善业功德 来增长成佛 往生尽土的 善根功德 好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